这不做的事 咱得多高仓 才销售这个事啊 它不是做的事 不做的事 得交流 这刘总 给您商量商量 咱这事过里面再说 什么意思啊 过里面再说行啊 那你的东西我不要 不是 你去把车开过来就 不是 别别 您别生气 咱再聊聊行啊 不 就这点事吗 别别 不就是喝点酒吗 不就是唱唱歌吗 您别生气 您要喝的不好 初夏 怎么这么晚才出来 在外面等得我都困了 沈公子 沈公子 您怎么上这儿来了 就谈点小生意 不是您跑过来啊 是 我来接梦初夏 不知道有没有打扰 你们谈工作 沈公子倒是等你这么长时间 那不告诉我一声啊 这要耽误沈公子 多大的事啊 小姐 上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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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赶紧上车 上车 上车 沈公子 您慢点啊 沈公子 您慢点啊 沈公子 你已经不是沈市的员工了 可以直接叫我的名字 总之 谢谢您了 举手之劳 您好 警署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好 今天 谁啊 新口味咖啡的 包装征集活动 反响很好 我明天让公司的人 把报表给你收 好啊 这次的活动能这么成功 离不开你的那些好建议 你在干吗呢 我跟你的好朋友 孟初夏在一起 你们怎么会在一起 约好了呢 很巧 我在一个酒店谈事情 出来准备走的时候 看见他了 旁边还围着个 喝多了的客户 我看孟小姐 有点烦恼的样子 当然不能坐视不理 那他真的应该 好好感谢你帮他结尾 没事 那就这样 好 拜拜 怎么 不喜欢让你的学长 知道你跟别的男人 在一起吗 是不喜欢让任何人知道 我跟你在一起 为什么 你这么做是为了要避嫌 对吗 可我确实答应了若子 沈先生 这件事情我们已经谈论过了 没有必要再救世同体了 去你家好像要在前面拐弯 不用了 旁边就有公交车站 我自己回去就可以了 你确定 非常确定 总之 谢谢你刚才替我解闻 现在既然已经没有什么事了 我能自己回去 那边就留我的 autant 我还不能是 一样 我还能帮你 不太好 我就把我看 不太好 你还要开始 你好呢 有什么 不太好了 好呢 这个香薰金油可是很难找的 小影子 有什么好东西 都念着阿姨 阿姨没白疼你 行行 别软了 你累了 谢谢 怎么样 尝尝我的咖啡 好啊 好好喝 阿姨就是比沈哥哥有品味 阿姨 多好的女孩子 陪着马文陪你 都那么多年了 这马文怎么就无动于衷呢 阿姨 我跟沈哥哥 我们只是 我们只是兄妹 行了 要举句话 我听了耳朵都快伸茧子了 别老挂在嘴边嘛 你们有没有真的血缘关系 以前呢 我是尊重马文的想法 那选了各式各样的女孩 让她挑选 千挑万选 选了何诺兰 结果那女孩呢 还命保 订婚前 就出了事了 这以后啊 马文啊 什么女孩都不想认识 我呢 也不想跟她相亲 嘉宇 我知道你对马文的感情 以后的来日子 你就主动点 跟她多接近接近 看看她是什么反应 她也不想认识 我也是 她也不想认识 她 你对我 吃你 你真是想认识 她 我看她 你真是想认识 她 我看你 你真是想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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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是很好的 您在嘴巴 您採訪 您然後他 您要這樣 您有嘴巴 您呢 您將 您在嘴巴 您不想 您做 您讓我 您嘴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明也太过分了 堂堂的审视总裁居然在推销足浴盆 这也太荒唐了 成什么样子 那东西我试用过 非常舒服 好东西跟朋友一起来分享 有什么不妥 詹姆斯 你喜欢吗 我送你一台 总裁 这半年来 您帮那个孟初夏 欠了多少个单子了 大的客户欠了好几个 这还不够吗 太大的单子难免引人怀疑 而且还可能让他对自己的能力产生误判 您替那个孟初夏 考虑的也太周到了吧 就算是若南小姐临终前 对您有所嘱托 把她托付给您 可是在她遇到困难的时候 我们拉了她一把 这已经做到人之一击了呀 若南临终的时候 对我的嘱托是赵国 她的意思很明白 希望自己走后 我能代替她赵梁初夏 既然我已经答应了 就不能随便推卸责任 到底是因为若南小姐 您才关心她 还是您自己就要帮助她 两个原因都有 不可以吗 孟初夏一个人带着个孩子 让我想到了另外的人 所以我想帮忙 这个答案你满意吗 希望这件事你没有多嘴 已经向董事长做了报告 我还没有说 但是 没有但是 詹姆斯 你年轻的时候就跟着董事长 对我们沈家的贡献 我看在眼里 这两年董事长 让你跟着我 监视我 不是监视 董事长只是不放心 这些我都清楚 也不计较 不过詹姆斯 别忘了当年那件事 您也有责任 所以你欠我的 好吧 这件事情 我不会向董事长报告 很好 好 下班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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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ตew 哎呀 哎呀 哎 哎 别走 先别走 你听我说 别走 别走 你别走 别别别 你别生气 咱们再聊聊 不就这点事吗 不就是唱个歌吗 是 就这几个型号的 记着全部给出去 行 那我就按照您的指示 通知库房出货了 来 对了 老板 沈总 托我带个话给您 那天 谢谢你及时通知他过来接我 这是俩说的 太好了 这么说 你们俩说开了 你们果然认识 不是 你炸我 你炸我 初夏你忘了 你见过我 沈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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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知道你走不远 您还找车接你干嘛呀 我找人开车送您回去 你跟沈总是朋友 我们这级别的 哪能巴结上人家沈总啊 原先真不是朋友 这还是在半年前 有一次你到我这儿来面试 完了我在你的履历上看见你写着有审视 我突然想起来了 在夜店有一次我看见你们俩在一起 我呢咬了咬牙 就跟沈总打了个电话 顺便提了一下 没想到沈总 请我把你给留下 沈老板 你为什么不早跟我说呀 沈总说了 不让告诉你 是怕你有心理负担 出去啊 我看你有点不高兴啊 你想 能认识沈总 那是贵人相助啊 好多人想求都求之不得呢 就说 你拿下这几单的 这大单我跟你说啊 这些 都是沈总帮的忙 帮什么忙啊 沈总打几个电话 解决了 对 他随便打几通电话就能解决的事 我风一来 鱼里需要抛几十天 最后能贪成还是靠他的面子 我一直 都还觉得自己是一个挺不错的销售呢 初夏你误会了 你你确实有工作能力 真的 最近我身边好像一直都有人在帮忙 就算我在街上跌倒了 也有人过来扶 这些都是他安排的吗 不 不二道 不 初夏 骗你是我的不对 可是我们这些人能认识沈总 能巴结证人家 我们就觉得不错 沈总让咱干什么 咱们肯定得做好了啊这事 对吧 我跟你说啊 我们这些工作好多事求人沈总 沈总这人呢还特别好 有求必应 每次我 出现 出现 来 莱娜 晓杰娜 有人偷东西了 有人偷东西了 莱娜 有人偷东西了 周小偷 哪儿呢 小偷在哪儿 什么小偷 小偷 傻 夜